马桶人DS监控人第六世纪同仁作品搭红 三泰坦巨头停框进行 马桶人被打到屁滚尿流 开局画面极度炸裂 泰坦电视人遭到重创 围然倒地 一只中型马桶人将监控人拖向远处 身后突然出现爆炸传送 匪徒马桶人出现 嚣张至极 更远处双泰坦飞出 注意看右侧竟然传送出现泰坦电视人 令人差异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 天空出现巨量马桶部队引诱三泰坦飞起 随后三只巨型马桶人从烟尘中出现 泰坦电视人逆招如来神掌干掉右侧马桶人 泰坦监控人的战神之锤灭掉另外两只 空中的泰坦影响人 此时居然计算起周围的马桶人数量 稍稍调整一下姿势后 放出大招摆花条段直接清晨 在局势一念倒的情况下 仍有不知死活的马桶人 前来送人头 泰坦监控人和泰坦电视人 毫不客气 全部收下 这些马桶人虽然头长得挺大 但是脑袋里面装的全部是混凝土渣子 体型虽然与泰坦巨头们差不了多少 但是妥妥送人头的表现 真的是泰坦人一共三长 相同的场景出现过太多次 也许马桶人是想耗光泰坦人的能量吧 你们觉得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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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